掌声有请米达 什么东西刚刚那个是 实话说刚刚那段表演呢 我们是选送过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 开幕式导演觉得还不够丑 我们选上 欢迎大家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我们这个小节目呢 已经陪大家足足走过一个年头了 欢迎大家来到2021脱口秀跨年 我们每年呢 在年底弄一个这个跨年 其实就是想跟这个 把这一年的烦心事说一说 笑一笑让它过去对吧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烦心事是没完没了的 有没有人最近被行程卡卡住的呀 这个鼻子捅的是不是已经非常通畅了 最近都 就是 过去这一年给我一种 就是世界在踩油门的感觉 每天都有大事 而且它不是一脚踩到底 它是一脚一脚那种闪你 烦我已经把微博卸载了 根本不想看 随时随地的发现世界上的糟心事 很烦很烦不看了 什么意思 你还不够糟心吗 你还笑我 你 这个 去年的奥运会 今年也终于开玩了 还不错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杨倩 还有第六名 苏景天 虽然是第六名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很厉害的 苏神打破了纪录 亚洲人的骄傲 夺得了第六以后 马上回国参加全运会 苏神也很费解 什么意思 我怎么还要比啊 亚洲人怕我太骄傲是吧 全运会跟他一起跑的那些 他的后辈们肯定就更激动了 压力也很大 输我无所谓 万一把苏神给赢了的话 怎么办 苏敏天 我的梦想就是超越你 我怎么23岁就实现了呢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我们中国首批航天员 潘战春先生 大家也知道神舟13 还有几位还在天上是吧 请航天员来跟我们录节目 这个节目预算压力是非常大的 说您是公务舱还是头统舱 我们做返回舱 整不起 今天还有一个冠军 也很受关注的 那个EDJ 是吧 就是出生的 有一些老年人 假装很知道的样子 我都不了解 我真不了解 我后来人家夺冠了 就查了查 我们没有请到 但是我们今天 请到了EDJ夺冠 背后真正的功臣 反向预测大师 管泽源先生 大家了解他吧 了解 就是他说 谁能赢 谁就会输 他说谁不行 谁就会好 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不看好徐志胜 那么徐志胜去参加选美 也是可以击败金晨的 是吧 全靠管作人 今天真的 我就说 就大事太多 尤其你卸载了 微博以后 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就过得太猛了 就是只能想起一些 比较就近的吧 年底有一个词 很火 原宇宙 扎克伯格把那个Facebook改成 Meta 原宇宙 我可能是智力 有问题 我查来查去 我觉得这不就是上网冲浪吗 可能有什么区别吧 就是技术更好的 上网冲浪 没事 我们期待着它早日实现 但是每当有这种新的创业风口的时候 就有很多猪准备起飞 这个时候就是骗子很多的时候 所以大家也小心 最近有人跟你们聊什么原宇宙 小心一点 那个扎克伯格肯定每天都接到很多这种电话 跟他聊原宇宙的项目 希望他已经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了 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推广大使 陈警官 请坐 请坐 确实看着有点压力 大家看吧 连麦把那东厂的厂工吓得花容失色的 今天我们国家的反诈力度是很大的 听说是抓了二十多万诈骗犯 挺厉害的 你们在上海你们接到过那个诈骗电话吗 然后就有警察来找你们对不对 怎么这么多人都接到过呀 没有被骗吧 我现在反正我就是不接电话了 我就彻底什么电话都不接 妈妈 骗子都能改我的通讯户了 不接 今天那个娱乐圈也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今天这个娱乐圈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这个圈里啊 就是给你一种就是 少个朋友就多条路的感觉 能少认识人就少认识人吧 今天呢金晨和DKR8两位老师 在后台也特意嘱咐了我 介绍他们要说 欢迎两位我最不熟悉的陌生人 欢迎欢迎 很奇怪 这个世界呢猛踩油门 但是年底盘点 你让我想什么大事 一件事想不起来 就是你让问我这一年 什么事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还是身边自己身边的小事印象更深刻 杨萌恩求婚成功 记得的全是这种小事 还有杨丽今年搬了个家 搬到了一个鬼楼里 全上海的人都传说那种楼不太好 他飞要去怎么劝都劝不住 听说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好 还有孟川 孟川哥呢 跑了一年 他的孩子在上海上幼儿园的那个事 很难弄了一年 已经崩溃了 在查 怎么把孩子过激给我 查询结果是 建国以后过激犯法 但是川哥呢 作为我们的备用总编剧 对吧 他思路还是非常的发散的 跟他老婆商量 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嫁给李大呀 搞得我离婚像假离婚一样 就是没有让你孩子上幼儿园 怎么可能呢 感觉婚也是违法的 过分 没有 这个破疫情呢 我估计还得持续个一段时间吧 很烦 就是在这种疫情下 在这种世界萌采油门的情况下 怎么过日子呢 我的经验是 就是多跟朋友在一起 用身边的小事 来对抗这个世界上的大事 密接这个词 已经听了两年了 密切接触 咱们物理上肯定是减少密接 但我感觉 情感上要扎条密接 疯狂的密接 才能扛住这个疫情 你比如说我右手边这些朋友 今天这个舞台上呢 跟他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坐在那 他们就是唇来捧个场 热闹热闹 然后呢气氛组 大家手边都有一个灯 来试一下 拍拍灯试一下 气氛组 你看脱口秀大会是很简单的 你们明年比赛的时候 比完了就说试一下灯 那个领校园朋友们 试一下灯 我们脱口秀大会 确实给这些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都有后遗症了